接着来带您看到 基隆的营养午餐实然是又亮红灯了吗 近月初某高中的面包内才出现了毛毛虫 昨天早上这五轮国小有学童 早上喝了学校提供的牛奶之后 有14名的学生是疑似食物中毒 还有人头痛不舒服一人呕吐 幸好状况是并不严重 不过这瓶牛奶没有过期 为何会出现问题呢 牛奶公司就回应啦 这还要等待检验结果出来 才可以跟大家报告 不过对此基隆市政府的造育处就表示 已经暂停所有牛奶的供应 要等待调查出炉 如果检验有问题 也会来向厂商求场 明明是活力满满的小学生 现在全都躺在床上观察 届五月初基隆市有高中 营养午餐点心面包出现毛毛虫 二十六号基隆五轮国小 又出现厂商配送的牛奶 一次食物中毒 让十四名学生送医 事态严重 杰勇市长谢果粮 也赶紧到医院探望孩子们 原来就是学校营养午餐里头附的牛奶 会在早餐送给学生 只是学生们喝下去觉得味道酸酸的 有人呕吐 有人头晕 校方赶紧就救护者送医 虽说现在学生已经陆续回复 但校方不敢大意 当下就把还没喝完的牛奶保存起来 回收大约五十瓶牛奶拿去送验 初步了解这批牛奶期限 连续到六月三号 保存时间还有一个多星期 此牛奶公司公关表示 一切都还要等待检验结果 才能做出回应 现在是否正停提供学校鲜奶 正在评估其他营养物品替代 也会协助学童清令保险 若鲜奶最终检查出问题 也会向厂商求偿停止合约 华西新闻军邮迁 黄昭顺孝宇秀基隆报道 晚节九点邀请您与世界同步 六十分钟掌握全球脉动 What News 9 陈雅玲世界晚报 给您崭新视野